今天在想有約 我們要約會了這個一對夫妻 還有一個心理醫生 還有一位 應該算姐弟戀吧 一點點... 小姐姐 小姐姐 老婆有在看喔 老婆有在看 好 很多人說愛情的時候 年齡真的不是問題 結婚了以後年齡也不是問題 其實是個心態的問題 我覺得心態是非常重要 所以今天我們先介紹 誰是彭還有李欣 這對夫妻呢 其實相差16歲 很多人講相差16歲 在以前就三歲 六歲嘛 相差16歲好像很多 可是我覺得現在也還好 16歲還好 如果再差多一點就更好 因為我們 這是有研究的 有研究的 就是說有一些婚姻專家 他們做過研究 他們是男大女16 16 如果再多一歲 再多一歲更好 就統計學上來講是最幸福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現在30歲 你要教的這個男人 47歲 對不對 47歲嘛 就是男大女17歲 所以她是47歲 她現在正是事業有成 人格 成熟 沒錯 那你也快30歲 然後這個時候 她如果完的話心也定了 然後 我也是說你啦 也應該是啦 就算心也定了 說你30歲嫁去給她 然後在她50歲的時候 給她生一個小孩 她開心得不得了 沒錯 是不是這個意思 沒錯 然後她的這個 就覺得人生就很滿足了 她就會非常樂意的 奉獻給這個家 她資源也夠 帶小孩 各個方面 她也有時間 玩小孩 對 可是如果妳那時候遇到 老婆李欣 其實她16歲 那個時候她還在唸書嘛 對不對 對 人家介紹我們認識 那時候 我覺得自己有點 是有點變態的 不會吧 你開心著吧 不是啦 你很妹耶 沒有 我有教過 我七 八歲的 那沒有想過會 少了我差16歲 對 所以那時候人家介紹給我 我覺得我朋友是在開玩笑 對 因為真的差太多了 因為我那朋友 是她的父子輩 對 應該是長輩 這種關係就有點奇怪 對 而且大二會不會當時 其實在交往的前提 有說是要結婚 還是只是男女朋友 沒有 那個時候跟我提起 因為大二是學生嘛 對 跟我提起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根本都不想去認識 是 就覺得 怎麼會大二就要去 給我介紹男朋友 我覺得 應該我的市場不會那麼差 那麼難消嗎 不會消路那麼差 而且 我自己該可以自個介紹 對 我可以自己 自己處理這方面的事情 然後 如果我年齡 大16歲 我就 我搞錯 為什麼要介紹一個叔叔 給我認識 真的 真的 因為我的朋友是為了促進 兩岸的和諧 那好 是 應該的 你是山東人對不對 對 可是他看起來不太像 對 其實滿秀氣的 比較不大像山東大娘 科版的印象 山東大妞嘛 大妞嘛 好像是個子搭搭的是 聲音很雄亮這樣子 可是你看起來秀氣秀氣的 好 不管怎麼樣 差16歲的小妞 就把李欣給套住 是不是 對 你們滿快就結婚的 他動作非常迅速 應該講 是不是 不抓住的話危險了 就被別人掐走 大叔還是很有一套 很有一套 老司機 老司機 只是隨口提一下 他就答應 現在吹牛了 沒有 我覺得 真的 這個時候大叔 就比其他的 比如說你的同學 他沒有辦法說我們結婚吧 你沒經濟基礎 對不對 你對於這個社會 還是剛剛在學校裡頭 而且特別是大陸 我覺得大陸 他們在談婚姻這件事情 其實是滿現實考量的 我要這麼說 要有房有車 最好還是事業有成 其實他就 我不知道您怎麼樣 但是很多人都是這樣看 但是我覺得一般人結婚 都會考量這個 尤其父母 你要嫁了 嫁個同學 你們倆 西北風問你嘛 對不對 是不是 如果當然不結婚沒關係 談到結婚這件事 大叔還是占上風 我覺得大叔的好處是 當小女生PO出問題給他的時候 他都有辦法 對 說怎麼辦怎麼辦 他就會非常果斷的是 給你一個解決的方案 然後那時候上學的時候 因為宿舍沒有空調 大叔好熱 天天好熱睡不著覺 馬上買機票 來台灣吹空調 然後當我們就是 戀愛的時候 沒辦法見面浴室 那時候相隔兩地 然後我覺得那時候 是有點想分手 然後想說 就是想說怎麼辦 這樣就戀情 沒辦法繼續下去 很累 然後大叔說 那我們結婚吧 對啊 我就說這種時候 大叔就有辦法 甚至大叔說 書上沒空調 我幫你裝 我本來以為是這樣子 我也 大叔這個辦法有點奇怪 大叔有說過這種話 對啊 也說過 大叔有說過 可是 他學校不准 不准 學校你到台灣來的時候 對 大學校不准 那學校不准的考 正合你 對啊 那我想說 他那時候就幾天沒課 我說那我買機票 你就飛過來 來這邊吹幾天空調再回去 大叔 大叔就是有辦法 對 那你那時候 怎麼會追到你老婆的 我老婆小姐姐就是有辦法 那時候我也在念書 對 那姐姐還畢業了沒有嗎 姐姐已經在工作 是不是 我老婆她當時其實 她已經有過一段婚姻了 然後也離婚了 你這是 蛤 蛤 蛤 娶毛大姐 坐輕鬆一隻 當時我 因為我在念研究所的時候 其實我就 全時間在外面工作 那我們在同一個公司 還是因為工作 工作的關係 所以你還是有工作的 是 你不是完全很單純的小男生 不是那種設施衛生 一下就被騙 等一下 所以她是你的主管嗎 不是 其實不是 我們是同事 OK 總管 你什麼意思 你什麼意思 我以為除了姐弟戀還有職場戀 這就更精采了 但是我發現 姐弟戀現在 真的是很多很多 而且好像是非常 覺得大家也覺得姐弟戀還不錯 但是我想想 姐弟戀自古以來 在中國社會裡頭就是這樣 我記得我小的時候 小的時候 在看很多小說 在大陸那個時候 很多的家庭生了一個少爺 很小的時候 然後就給她訂了一個童養席 是 照顧她 童養席其實就是比她大 大個七歲八歲 所以她四五歲的時候 她就是十一二歲 就到家裡來 就帶著她 半帶半照顧 到她十七八歲的時候 她到青春期的時候 這就是她的 太太 太太 第一個對象 第一個對象 所以 然後 她就幫她生第一個兒子 或什麼 那以後 大姐姐 姐姐老了以後 小的就可以去找小的 沒問題 好壞 但是沒有 但是老大 大老婆 還是 長大權的 還是長大權 真的 經濟大權 在以前 大老婆還是長大權的 沒錯 因為女人如果懂得多 她可以照顧男人 因為男人最自我的生活 幾句的照顧其實能力很差 如果沒有老婆 我的生活一定亂七八糟 當然我不知道別人怎麼樣 這兩位我們不知道 好不好 我們不一樣 你跟我不一樣 你跟我不一樣 好像只有我一個是怪胎 但是我覺得有老婆很好 回家都有飯可以吃 然後小孩老婆也會看著 我就覺得很安心 有一個家 有一個窩 很棒 而且女生的心智 生理的成熟也比男生少 所以本來女生就是走在前面 對 所以我覺得姐弟戀 如果兩個人價值觀都相近的話 其實她的婚姻的成功率 或幸福的機率是比較高的 但是我覺得那個年齡 好像不能差太多 對 差到兩歲到六歲就差不多 但是男大女 其實是可以大到17 20 對不對 就研究上來講 男大女17歲是最幸福的一個平均值 她是最幸福 對啊 所以我們很接近 還接近 你們是個完美 couple 真的嗎 她剛剛講了一句 你有沒有聽到關鍵詞 體力上負荷不了 不是… 我說如果再差太多的話 那體力上 有可能會負荷不了 你一看起來沒這個問題 我是沒有 我是說回家還要脫地 洗衣服 還要看起來 脫什麼 脫地 最好是 你還要脫地 對 她會 她會脫地喔 她做所有的家事 對 那妳負責什麼呢 我負責做飯 做飯 還要做飯 那妳負責洗碗 對 她負責洗碗 家事全部都是我 她就只有做菜 洗衣服也是你 出火啦 這樣講 對 出火是她 出火對不對 那她要負責帶小孩 對 帶小孩 對不對 你們兩個還要一起去演戲 對 她會幫忙帶 我們都輪流 她去演戲我帶小孩 然後她休息就換我再去 我告訴你 這就是年齡差距的好處 爸爸年齡大一點 他有耐心帶小孩 真的 我不是說你沒耐心 我年紀也不小 可是你只大 你老婆三 四歲 可是我三十八歲才第一次 三十當爸 真的嗎 三十八 四十一 四十三 對啊 你沒有很早結婚 我沒有很早結婚 那時候已經非常非常成熟了 可是有點太熟了 你為什麼這麼晚結婚 我現在問心裡也在 你為什麼這麼晚結婚 其實現在的男生大概都是這樣子 三十四歲 三十五歲以上才結婚的 大部分都是這樣 對 要事業有成 這是平均年齡 我講這是平均年齡 對 因為國外剛回來 然後在國外當然也沒有找到對象 回來還是要適應一陣子 才找到對象 然後談戀愛 總是要認識個幾年才結婚 所以一晃眼就三十幾歲了 好 今天我們提出一個新的理論 就是男大女可以最好十七歲 我想在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就說 那我四十歲 我要早幾歲 二十三歲 這個其實也就是說 你在三十歲的時候 要早四幾歲沒有結婚了 也有點難 會不會 通常會有一些前提 例如說這個女生三十歲 然後男生四十七歲 她可能已經有過一段婚姻 對 甚至有小孩 那女方的父母就比較容易會反對 通常碰到情況是這樣子 儘管這個男的其他方面條件都很好 經濟 工作 社會地位都很好 可是他們看完今天這一集 可能覺得差十七歲是很好 很好對不對 也做了很多好事 你這次真的是有考慮 真的 真的 大家可以Google 大家都很懷疑 也許她想娶另外一個小的 沒有 我老婆不是同樣學 她不會準 她不敢 其實會超齡的 我覺得超齡當中很多人講 比如說如果另外一方年輕大一點 但是另外一方很成熟 就像你那個時候 你老婆雖然比你大兩歲 可是這個其實很接近 很接近 但是男生是比較幼稚一點 我當時其實真的很幼稚 是不是 真的 我完全沒有考慮 你那時候幾歲大家 我認識她26歲 就被騙了 真的 你騙誰 念完書 剛當完兵 剛當完兵 我沒有去當兵 我研究所念得很長這樣 我還在念 然後就去工作 然後認識 其實我就是想玩 就跟我在大學交女朋友 一個一個的女朋友 我覺得感覺是一樣的 只是這個 這是我在職場上交的女朋友 當時想法是這樣 是這樣子 可是她就不一樣 因為她離過婚 所以我感覺 她離過婚她還敢再嫁 跟你 對 而且這看起來就是 很沒有責任感的人 就是一部 對 你老婆在想什麼 對 我也不知道 而且我知道 那時候我剛寫完論文 那我說 還有一個多月要去當兵 然後我就說我要去環島 我就跟另外一個我的同事 兩個男的就騎了摩托車就走了 就說 她後來回來就說 妳很奇怪 妳不覺得說妳要去當兵了 要逗更一點時間在一起 在一起 跟另外一個男的跑去環島 那個也懷疑 這真的假的 她就覺得妳好像 不知道妳在想什麼這樣子 就覺得應該 不是應該要把握時間 然後兩個人在一起嗎 可是我腦袋過來就是想玩 當完兵回來呢 然後她就說妳要不要考慮 我說考慮什麼 考慮是不是要結婚 我說 她說她跟我求婚 滿有身價的 我什麼都沒有 我跟妳說我什麼都沒有 妳什麼都沒有 剛當完兵回來 對啊 怎麼可能有東西 妳老婆 還OK嗎 我覺得她老婆 因為歷經過一些事故 所以碰到她這麼純真 反而非常吸引 不是 我那些看法都不一樣 她知道什麼是 這個潛力基幽谷 都往自己也算鞭筒 我還以為她講一些什麼 大道理 我在想 妳老婆那個時候 倒是真的覺得 如果跟你 妳是在玩 她是不能在玩 對 對不對 女人會想說 我這樣子再玩一次 我已經失敗了一次 我再玩 可能你不娶她 她就不要再跟你在一起 應該是這個意思 對不對 對 那你也敢娶她 二話不說 姐 然後就去公證 我也沒有錢 我就只能夠公證 真的 我當時我跟你說 我的沒有責任感到一個程度 我覺得 要結婚很容易 要離婚也很容易 對 當時真的就是真的 你這樣想 我是這樣想 但我不敢跟她講 所以看到兩種 完全不同類型的男朋友 對 真的 今天我男人北斥 我覺得這個就是說 婚姻其實是每一個人 遇到不同的人 是 但是就是 如何相處 能夠相處 你們自己能夠玩得很愉快 那很重要 可是我以前跟你想法也是一樣 真的 結婚很容易 離婚也很容易 你老婆應該是第一次聽到吧 沒有 前提是 沒有小孩 對 要在沒有小孩前提之下 但是我覺得結婚 我這個人是結了婚之後 我就不會輕易離婚 對 所以 每一個人都這麼講 對 我一直在講一講而已 每一個結婚 歡迎 都是這麼講 我都不好意思 在我節目裡講了很多次 不對 又離了 但是我覺得 我們是現代的人 他也不必勉強 勉強別人去做一些 真的是 過日子是人家在過 對不對 其實 你憑良心講 你結婚了以後 有沒有後悔 有耶 真的有後悔 結果老婆看我也不怕 我在他面前 他也知道我以前就是怎麼樣的人 那 就像 那時候我在廣告公司上班 後來回來就廣告公司上班 那廣告公司 大家下了班都去店裡夜店 就是喝一點小酒幹什麼 那我就很想去啊 你知道去了 才剛坐下來喝沒兩杯 然後電話就來了 然後你要不要接 接了就沒男子氣概 不接回去就沒有男子氣 真的很糟糕 有一次就硬是不接 喝到快要四點鐘回去 吐了一塌糊塗 第二天起來好難過 我說難過不是 不是 日子很難過 日子就很難過 其實就會有這樣 然後心裡面就想說 怎麼要求東要求西 那時候其實沒有預備好 真的整個心境態度都沒有預備好 要好好地經營婚姻這樣 所以我覺得還是男男女 對 很幼稚 我那時候很幼稚 對 因為就是畢竟在東方人的家庭裡面 男人還是所謂的一家之主 這個一家之主如果說他的情緒很穩定 他的各方面的心理都很成熟的話 我覺得這個家庭裡面 將來太太 小孩都會很穩定的發展 而且尤其 比如說 我在像沈師傅那時候結婚的時候 也覺得就是該定下來的時候對不對 對 其實那段時間我曾經想過 可能就這輩子不結婚了 因為 老師找不到 沒有 談太多了 因為那時候 所以你交了好幾個女朋友 從來沒有想過你真正要什麼 對 你會覺得這個類型我也喜歡 那個類型也滿適合我 但是就是找不到那種綜合體 博愛型的 博愛型的 找不到綜合體 所以你是綜合體的 你有他要的酒窩 也有他要的白皙 也有要的高級 身高 而且又還會消長 實稱大補彎 實稱大補彎 對 不過真的遇到我老婆 我是在他身上看到很多我想要的東西 第一個就是孝順 然後再來就是會做菜 然後又聰明 然後 孝順會做菜 主廚也可以啊 主廚啊 就找一個現在有很多女主廚 對 那我講一個讓你開心一點 漂亮 真的 重點在這兒 然後就其他做很多事情 他考慮的也是滿周詳 不會像同年紀的他們同學一樣 你那個時候在念書的時候 教了大書 你也都不敢跟同學講對不對 完全不敢講 沒有 對 不敢跟同學講 那個男朋友幾歲 因為大16歲 人家會說 你怎麼會找一個老頭子呢 真的 對 你是腦筋怎樣 妳那時候十幾歲 22 我22結婚 但我日他的時候 18 9吧 沒有 21 21 但我22的時候就是登記結婚 然後登記結婚 第二天還是照常去上課 然後完全不敢跟同學講 我已經結婚了 怕人家就是用異樣的眼光看 可能還有男同學 還有男同學在吃吃的等 對 很利益 我想他可能是怕同學覺得 你家是不是怎麼經濟狀況 出了為你吃吃吃 把你賣給一個台灣男人 對 賣給一個台灣老男人 第六感失靈 李欣設施衛生 我覺得是 我的第六感騙了我 而且他是第一個跟我求婚的 我還不應該拒絕 那個時候確實設施衛生 設施衛生 還有男同學在吃吃的等 對 還有對吃吃的 我想他可能是怕同學覺得 你家是不是怎麼經濟狀況出了為你吃吃吃 把你賣給一個台灣男人 對 賣給一個台灣老男人 所以我去他們學校他只說 你在樓下宿舍等我 我只能在樓下等他 我想李欣 其實你嫁來小孩也四歲了 當然 我覺得你老公還是滿體貼的 讓你也出來演演戲 因為他你念廣電 你念廣電 廣電 播音 其實他 我想他的這個 如果沒結婚 可能也是往這方面發展 所以你老公也沒有說 你嫁到我 結了婚生孩子 你就要當老媽子 對 還是讓你出來演演戲 對 他很尊重我 對 而且他覺得我開心就好了 那如果你當初繼續留在山東 嫁給個山東男人 山東鄉馬 或者是年齡比較小的 或者是跟你同學 我想應該 不會像過現在的日子對不對 我應該不會嫁給同年齡的 你看 所以還是有這個傾向 但是我也沒想到會搭這麼多 我覺得 我應該 我那時候的社群應該是十歲以內 六 七歲左右 我覺得年齡大一點 真的 對女生來講 似乎比較好一點 當然我覺得 你講十七歲 我不曉得 就是 我們大家都一直很純疑 很純疑 就是說 你十七歲的時候 他一歲 所以你聽的歌跟他聽的歌 你看的戲跟他看的戲 你 看的綜藝節目都不一樣啊 那不只是兩代啊 那已經好幾個四代 他想像在家裡之後 就會哼一些歌 我想 他唱什麼 你們又不一樣 你們兩岸 流行的東西又不同 對不對 沒有 你聽那個曲調 你都覺得 有歷史的沉澱感 聽任何歌 你都覺得是古典音樂是不是 我覺得 好久遠的那個吊子 對 講到這個重點來了 他嫁給我之後 他看我家的衣櫃 他說這是你阿公的嗎 你的衣服嗎 那是我當年最流行的 什麼什麼牌子的 名牌衣服我都買下來 最流行 那時候穿的出去 很啪很啪對不對 就是帶風 他說你穿這個出去 打死我都不會跟你出去 這什麼呀 很老氣對不對 對 像一個新婚新婦那時候 我們大學畢業了 然後住進他家的時候 就發現 家裡怎麼存了好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然後我想 然後我直接跟他說 不是你上輩子是受破爛的嗎 然後怎麼會 就像我的爺爺奶奶一樣 家裡就會收 存了很多 存了很多老東西 一些 在你看來就像一些舊報紙 舊書籍就早都應該丟掉的東西 他說放在家裡面 不是 那舊書籍是以前我拍廣告裡面 有刊登過的一些東西 做紀念 對 然後一些瓶瓶罐罐的 瓶瓶罐罐是我去 做那個外景節目 新種類節目的時候 你要送我們 留下來的 對 一些紀念品 這就是 因為沒有相處在共同的時代 沒錯 其實你們兩 差兩歲還是共同的 就是你們的青春回憶是相同的 比如說聽誰的歌就是 民歌的話 那個時候什麼歌是 大學的時候都聽民歌 對不對 就是聽一樣的歌曲對不對 其實這個是我們覺得 共同回憶 你那個調查是真的 真的 千真萬卷 是吧 他們才差16歲卷 其實沒有 這個調查 是不是 沒有想到這樣的問題 但是其實這是可克服的 對 前提就是說 因為彼此成長的時空很不一樣 但是要婚姻幸福 甚至有趣 有一個前提就是要對對方感興趣 對 你為什麼會聽這個歌 你為什麼會穿這個衣服 我也來研究一下 甚至我也嘗試一下 那這樣你就等於 過了兩個完全不同的人生 所以李昕你應該去念考古 那你要念未來性 可是你要讓他嘗試一下 穿我那年代的衣服 沒有 我說我小時候 小時候的理想真的是考古 真的啊 心想事成 恭喜 心想 恭喜 好 現在我們跟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做一個測驗 你會不會是將來超齡戀 超齡戀 包括男跟女跟女跟男對不對 對 就女大 女大或者是男小 或者是男大 女小 但都是超齡 對 至少要10歲以上 10歲以上 我們來看一下 好 看一下這個圖片 圖片裡面有一個女人 女子打開房門之後 一副很驚訝的樣子 你覺得她為什麼如此驚訝 給你五個選項 好 一 她看到老公竟然正在 點點點 後面你自己想像 二 她看見兒子竟然正在 什麼什麼 三 看見女兒竟然正在做什麼 四 看見寵物竟然正在什麼 五 看見小偷竟然正在怎麼樣 根據你的直覺反應 她有驚訝嗎 她的嘴巴張得好開喔 好 你選這一次 我 我 我比較會選老公 選一 好 你呢 五 五 你呢 二 小燕姐 小燕姐呢 我看那件寵物好了 基本沒有人選寵物 寵物 真心的 真心選 真心選 對 看見 看小偷很恐怖 還是看見寵物好了 看見小偷感覺真的很害怕 會有恐懼感 對 很恐懼感 好 那我公布答案 最容易超齡戀的選項是二 就是他 二 真的是你看到兒子 這麼準 為什麼 因為超齡戀有一個特質 就是說 喜歡照顧人或喜歡被照顧 那如果你選兒子 就代表你認定這個女子是媽媽 什麼 什麼 媽媽 媽媽 媽媽才會做菜給小孩吃 對 還這樣一定你會當媽 OK 然後 第二個 最有可能的超齡戀的答案是 寵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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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寵物也是 你要照顧他 照顧他 對 好 然後其次就是 老公 女兒 最不可能的反而是小偷 對 我這覺得我的人生走錯路 我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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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至少我走對了 對 我至少我走 對 兩天有一個人走著你就夠了 你就跟著他就好了 我現在是完全錯了 為什麼 為什麼看見小偷不是呢 對啊 因為會選小偷的人 我覺得他可能比較沒有安全感一點 對 所以可能在選擇對象上 會想多了一點 那再遇到說 年齡比我大那麼多的 他就更會瞻前顧後 考慮得太多 那你說你爸媽可接受嗎 肯定不可接受啊 對 因為我是獨生女 家裡說只有我一個小孩 而且 又要嫁到別的地方去 而且 嫁到台灣 那誰幫你介紹這樣 父子輩 對 爸爸的朋友 爸爸的朋友 那朋友已經不是朋友 爸爸的朋友 都 謝謝 爸爸 爸爸已經對這朋友已經這個 截招兩端 截招 爸爸也更捨不得 不是有女兒的對不對 對啊 真的會很捨不得嫁那麼遠 對 所以爸爸那時候 他其實爸爸媽媽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家是個非常開明的家庭 爸爸媽媽從小永遠不會跟我講 你不可以這樣做 他會從小讓我自己做任何 就是所有的選擇 做抉擇 他們覺得 很後悔 對 他覺得你自己人生路要自己走 可是但畢竟是一個 非常這麼重大的決定 但是他們就 他們就是不好意思說 說不可以 因為他們也沒辦法去確定 你以後這條路 到底是對的還是錯的 對 所以就一個人一直不放心 他們也沒有見過他 在我說 沒見過他 沒有見過 在我說 在結婚之前 就提醒那一天見到 第一次 你這會不會太難了 在我說我要嫁給他的時候 其實我也只見過他三四面而已 見過三四面 對 就決定 心理醫生 研究一下 憲哥 我回去復習一下變態心理學 他完全沒有見過他 對啊 真的 等一下 你們兩個的這個 這個膽子都很大 你什麼星座 雙子 你呢 我心牛 完全不像我會做的事情 對 不像你會做的 而且我是個很沒有安全感的人 對 你是被打雷打到了還是什麼 對 被雷打到了 所以說我人生走在一條錯了 我一定是錯 他走對著就好了 對啊 我走對就好了 對 他走對著 好 見三四面 當然他們當中有視訊什麼 見三四面就會結婚了 這屬於什麼樣的 因為像他這個 在一起工作 他要去當兵回來以後 才決定結婚 其實這差很多 我覺得 這三四面就可以結婚 一定是 他們兩個關係大中 有一個是非常主導的 有一個是比較 比較順從配合的 就是在關係裡面 你是比較 你是比較 我比較順從 沒有 我覺得他是比較主導 因為那個時候他還是學生 對 那就是他覺得他講什麼 他都可以辦到 他說什麼都可以實現 一個可以依賴的男人 可以依賴的男人 沒有 就是那個時候 我覺得是 我的第六感騙了我 就感覺他是對的 他是對的沒錯 沒有 他就是你未來就是那個老公 就在你沒有見到這個人的時候 你可能會畫想你以後的那個 老公會是什麼樣子 當你見到這個人的時候 原來是他 直覺 第六感 直覺 而且他是第一個跟我求婚的 我好像不應該拒絕 對 因為女生都很想 嫁給自己的初戀情人 真的嗎 他不是初戀吧 不是 他只是第一個跟他求婚的 第一個求婚的 但是也沒有想到 第一個求婚的男人 會幫他洗衣服 會幫他做家事 沒有 那個時候 確實設施衛生了 設施衛生 但是你想到他會幫你做家事 他會 就是說你去演戲的時候 他在家幫你帶孩子 這也不容易 對 我覺得就是 因為可能年齡差異很大 他還是疼你 對 可能如果我講同年齡的話 對 很難 他會沒有那個耐性 跟包容度會少很多 有沒有耐性 沒有 然後反而叔叔 他會把一些 叔叔 會把一些我的小女生的一些 任性 霸道 他會看成一種可愛 撒嬌 對 他會換一種眼睛去看 什麼 你說什麼 對 對 你剛剛一邊在講說 好 你講一下 他其實他會覺得 他的任性撒嬌 你會像 像爸爸一樣的疼女兒 那你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多少有一點吧 會不會 對 真的多少 只是一開始我還是不能適應 他那種就是 蠻肯不講理 有時候霸道那種 那種情緒 因為我自己本身就是脾氣也不是很 反而霸道很久了 我也對 一個人生活 獨自生活習慣很久 也不想被人家約束什麼 但 就像你一樣 你結完婚之後 朋友找哪裡都不能去 然後去沒多久馬上被摳回來 你也一樣 你也一樣 你那麼大年紀 你還要出去玩 不是 不是 就是 我老婆不會限制你 但是你自己出去之後 你會想說 家裡有老婆有小孩 她自己 對 我不會摳 不會摳 不會摳 不會摳更可怕 不會摳更可怕對不對 還要出現在現場 小兩口爭執 李欣彥生氣好咧 如果真的有起爭執的話 冷戰是不會 那我就會 在睡覺的時候衝 上床之後抱她 好了 不要生氣了 她就 我說好... 那我待會兒再進來 然後出去繼續看電視吃東西 其實最累的是她 你知道嗎 不對 你一直要眼生氣是不是 我老婆不會限制你 但是你自己出去之後 你會想說家裡有老婆有小孩 她自己對 我不會摳 那就是一種責任 你會摳更可怕 不會摳更可怕對不對 她會出現在現場 不過 你曉得嗎 你結婚的時候已經40... 我們結婚38 39 38 39 其實不能算大... 就在我們現在來看 不能算年齡 才剛剛好而已 才剛剛好 但只是因為你老婆比較年輕 可是在這個年齡 在外面工作還是有很多的應酬 可是結婚以後 就是要戒掉一些習慣對不對 我覺得這是必須的 大家可能是覺得不好 沒有去的應酬就不要去 可能還是有些哥們的應酬 我會帶老婆去 對 其實我覺得這樣擴張她的生活圈子 剛結婚都會處於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朋友還是我的朋友 等生完小孩以後 就會找一些那個朋友也有小孩的 因為大家可以小孩 家庭跟家庭 家庭跟家庭 其實那個時候就比較 沒有這樣子的問題 通常我覺得剛結婚的夫妻 都會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跟你的朋友出去玩 還是我跟我的朋友出去玩 她不是我們的朋友 可是我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這邊沒有朋友 對 她沒有朋友 都是我的朋友 真的 好可憐 難怪你沒有安全感 對 沒有安全感 我來這邊就沒有朋友 剛開始 所以我就盡量介紹我的朋友 給她認識 所以她也不好意思 一個人出去玩 她就幫我帶著 那倒是 所以要不然她出去 她一個人就落單 對 一個人都帶很多朋友回來 我都不知道 所以不敢出門 因為不認識路 然後也不曉得哪裡是哪裡 因為她只要不帶我出門 就只能在家裡面 這也是滿好的方法 老婆不認識路很好 就不會出現這現場 其實見面三次就結婚 這不是年齡的問題 是你們衝動 這很衝動 沒有衝動 不敢這樣子做 真的 對 那時候就聊到沒話題了 我就順口提一下 他說 好吧 不是 假的 沒有啦 只是那時候因為就是 遠距離常常這樣視訊 其實沒有看到本人 真的是那種感覺就是很不舒服 特別想她的時候 你就想要能親眼見到她 但是可能通過那個鏡頭 對 這我可以理解 因為我跟我太太 也是在網路上認識的 而且她又是導遊 經常帶團出國 在台灣一個月也沒幾天 導遊 那你心更不安妙 更沒有安全感 所以我經常報名她的團 所以我們也是認識一年多就結婚 當然比不上三次 可是這種我覺得在網路上 比如說談心這個 其實 好 要兩個人都很真心誠意的表達自己 要不然其實是很假的 你懂嗎 文字打出來跟你實際講話 面對事情 是不太一樣對不對 心理醫生 所以我覺得見面還是很重要 然後大概就這樣 網路上聊天 講電話大概一個多月 我就忍不住 我就說那你下次帶團回來 在哪裡 我去桃園機場接你 我記得那時候 我還在大學上班 然後下班9點半 我就開車去桃園機場接她 然後我們就在那一個 有一個24小時的書店 我們就在那邊好幾個小時 就聊天 聊天 我覺得那時候才有真實感 對 才會把腦袋當中 網路當中那個人 拚拚湊湊變成一個3D的人 對 其實在你的 所有求診的那種夫妻關係 有很多是年齡差距 因為年齡差距大而來 出問題的嗎 比例上來講 不太多 你看 對 不是我們想像的年齡大距 一定有出問題對不對 反而都是那些 年齡差很多的夫妻也不是那麼多 比例上也少 我覺得因為 年齡差距大 現在比較多 對 年齡差距大的 我覺得他們在婚前 就一定要克服很多困難了 家長的困難 個性上 價值觀 所以我覺得結婚前 他們已經磨合得差不多了 夫妻兩個人能夠長期相處 很重要就是 你要講出肺腹之眼 肺腹之眼 是的 其實兩個人的成熟度很重要 願意就是說 就剛剛講的尊重你 或者是願意 體諒你的需求 願意滿足你 像這樣子的 這種成熟度高的話 其實他們的成功率會更高 以你的案例來 那種婚姻出問題 出問題的要去看心理醫生的 大多數 大多數都是 其實都是兩個人 我覺得都太孩子氣了 或者甚至是太愛對方 然後捨不得給對方一些空間 那就把對方壓得喘不過氣 然後從吵架變成冷戰 冷戰一段時間 就根本懶得跟他溝通了 冷戰很消耗兩個人的關係 冷戰非常消耗 你有冷戰嗎 有 你不敢 我最會冷戰 真的 你那麼愛講話 那你很辛苦 我很辛苦 我以前 我太太他們家有六個小孩 然後就是 很熱鬧的 很熱鬧 然後他 他就最小 他其實不太受尊重 所以他很希望 別人能夠聽他講話 可是我們家不是 我們家就是 我爸媽不太管我 可是我們家就是 爸媽有些時候吵架 我不喜歡 我不喜歡這種衝突的感覺 所以只要他 他覺得這個事情不太對勁 他可能就會開始 他的溝通模式都好像要 準備 你怎麼樣怎麼樣這樣子 我就會 開始反擊 可是一下子我覺得 我好像 我不知道每次一吵架 我的腦袋掛好 腦袋就打結了 所以我就Keep silent 我就不講話 不講話 然後他就越生氣 我就躲得越遠 就是 其實他是希望 希望我能夠更多的 把心裡面的話講出來 可是我因為 我不喜歡這種氛圍 避免衝突 對 我避免衝突 所以其實在早期 我們兩個的溝通 非常的困難 你們呢 我們很少吵架 我不吵架 他從來都沒有對我 就是 臉色不好過 就是講話態度不好過 辛苦你了 如果我臉色不好 我的身體就會不好 我就說辛苦你了 你知道我老婆常常 她在家運動暖身的時候 就把腿抬到我的肩膀 你知道為什麼嗎 她跟我說 這是跆拳到黑一代的腿 沒有拉太高 只要拉到這裡 不要臉就好了 她常常就 看電視 還把腳彈在櫃子上 妳常常在警告我 真的 多甜美的畫面 你看這邊是冷戰 那邊是抬腿 要換一副墨鏡 放閃 沒腿 是不是 如果真的有起增值的話 那我就會在睡覺的時候 從上床的時候抱她 跟她聊聊 就不管是我的對還是我的錯 我都跟她道歉 是 大叔就要這個氣度 對不對 我們家一般都會 我在一個人生悶氣 老婆不要生氣了 好啦好啦 我們出去走一走 出去吃個飯 就這樣 然後就消氣了 一定要有一個人先 其實聰明人就像我這樣 她在生悶氣 她在房間一直生氣 然後我在外面看電視吃完東西 然後隔十分鐘的進去說 好啦 不要生氣了 她就 她說 好 那我待會兒再進來 然後出去繼續看電視吃東西 其實最累也是她 你知道嗎 我們一點都不累 一直要演生氣是不是 她是演員 她一會兒就演得好像很難過的 只要說老婆 你不要再生氣了 好啦好啦 走開了啦 出去我要繼續省開 在外面沒事要看電視 她如果這樣很難過的進來 老婆好樂 我覺得有小孩以後更難冷散了 因為小孩會有很多的需求嘛 爸爸媽媽去照顧她嘛 對 對 所以小孩也是一個 有小孩可能沒有時間 所以你看看 我們到最後 要回歸到她的17歲是不錯的 對不對 你看他們 他們的吵架處理的方式就是聰明的 而且 而且是 其實大事化小嘛 小事化無 然後相差了多的年齡 但是我在想 如果 陳世鵬很年輕的時候 她可能就不會 她不會 我相信她不會 就不會做 所以又回歸到你這個相差 17歲是好的 是可靠的 是可靠的 真的耶 今天我是第一次突然有這樣的想法 17歲是男的大喔 不是女的大喔 請各位 請注意 這是有很大的差別對不對 是 沒有錯 沒有講女的大 男的都要幾歲 女的大也有好處 就是說 第一個她的這個 我講最大的好處 其實就是她們性生活會比較沒慢 那倒是 對 因為女士們其實30歲到40歲之間 其實她是最活躍 對 男人如果那時候才20歲 你還有可取之處 可取之處 那我這邊不是很糟糕嗎 年齡相差16歲 剛結婚就規劃退休 嫁給她的時候 我才22歲 她已經快40歲了 你的人生 突然被抽走了16年 你要可能 長坡自己很快的成長 對...很快的成長 你要很快的成長 開始退休規劃 對...真的 你還是要防止她 會不會再花一點 好... 我再防 好... 因為女士們其實30歲到40歲之間 其實她是最活躍 活躍 對 男人如果那時候才20歲 你還有可取之處 也沒有 可取之處 YES 可取之處 我這邊不是很糟糕的 你身體鍛鍊得不錯 對... 我們覺得你還是不錯 健身房要有多跑跑 健身房要有多跑跑 你看現在 就是當上法國總統的那個 對 對不對 她太太大 她太太大 真的 對... 到24歲 對 24 你看多大的差距 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生理的配合 因為現在女士都比男士要活得長 活得長 真的 其實很多女士她們先生過世以後 她手掛手很長的時間 對 如果能夠 女生年紀稍長 兩歲就好了 大家的那個 所以女生應該 當然男生在兩歲到六 七歲之間 對 如果說就最後的那個終點 其實是比較平均的 是平均的 對不對 有這樣說法嗎 醫生 心理醫生覺得悲傷 對啊 那我這裡如果到70 那她不是很年輕就要 對啊 你捨得嗎你 沒有 我可以找個法國總統 我覺得理心可能 在她的沒有安全感 不是說嫁到台灣 而是說兒子還小 對不對 那你希望你這個 長長久久 身體健康 這方面還是有 還是有顧慮 有顧慮 會... 不過她覺得我 我會活得比她久 為什麼 因為她覺得... 她總覺得說我這個人 做事都不經大腦 然後什麼事都想得很開啊 沒心沒水 這樣好啊 這種人就是活得長啊 對 現在要這樣子 你都不會壓抑負面的情緒 我是不太會 我覺得事情發生 然後難過一下 然後就算了 那你可能要擔心很多事嗎 還是會 還是會擔心 因為你嫁給她的時候 我才22歲 她已經快40歲了 然後你就覺得 你的人生突然被抽走了16年 你要站在一個快40歲的角度上 去想很多問題 會處理很多人生的一些很多事情 然後你那16年好像 就一下子沒了 你要... 你要可能 強迫自己很快的成長 對... 你要很快的成長 然後做一些 做一些她這個年段要做的事情 比如說打算一些 後面的一些計畫 然後後面一些人生的一些規劃 你就覺得 開始退休規劃了 對...真的... 而且... 我們這麼晚才生小孩 這麼晚才生小孩 她已經年紀很大了 現在很小 那以後 她這個不算年紀大 現在是算正常 這算正常年齡 是妳太年輕了 是妳太年輕了 其實現在40歲生小孩真的 女的她又40歲生小孩 對 沒錯 現在慢慢... 就看到越來越多會覺得 很多都這樣子 可是那個時候就覺得 她有一幾點恐慌感 沒有... 妳還是要防止她 會不會再花一點 好... 那倒是真的 我在房... 我在房 我在房 這一部分我從來沒有鬆懈過 鬆懈過 我老婆真的比較辛苦 她就嫁給我之後 她幫我想很多事情 譬如她那時候 嫁給我們隔一年就生小孩 對 其實我那時候 沒有想給她那麼大的壓力 我想說兩個人相處 有幾年的我們自己的時光 然後再來打算生小孩 但是她有跟我說 妳年紀也那麼大 對不對 再過幾年生妳又 她50歲才生小孩 到時候 妳生不出來怎麼辦 因為又帶不動對不對 其實我跟你講 男人可以生得很晚 很晚... 對...都沒問題 只有媽媽很年紀都OK 所以47歲 是一個有小問的 有小問的差距 有小問的差距 那個研究說不定是她做的嗎 那是一個滿大規模的 好 今天這個研究 讓我們又重新試看 男女相處的這個 時間跟年齡的問題 各位 如果 你現在還沒嫁人 或你還沒有娶 今天你要不要想想 重新看一下你的對象呢 好 謝謝你 晚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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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